工作人員在橋的兩段 將支撐拱橋的H型鋼架緊急拆下 因為大雨影響 切割作業從早上8點 延後到下午5點 只是到了晚間8點多 切割作業怎麼還是吃吃 沒有動作 我們讓我再演繹一下 10個工作天可以完成 10個工作天 那10天有辦法嗎 應該有這個機會 回推幾個小時前 萬頓級海上升價平台船 在蘇澳港內 緩緩移動 要準備進行吊掛作業 工作人員一再檢查 就是要確保這從高雄 歷經52個小時 拖運來的作業平台 能夠順利運作 我們現在6點要刷尊到那個 連電圈 但因為大雨影響 加上水裡有觀景台擋住航道 先要進行切割移除 為了確保施工安全 所有施工程序 必須經過檢察官同意 才能進行 我們時間是不是有MD對嗎 有MD對 有MD對 問題是好像 只要去6點就要擋住 為了讓作業順利進行 還特別找來這一台 亞洲最大1200噸吊車 抵達南方澳 再看看這重300噸橋拱 和1000噸橋面體 阻礙漁船同行 已經好幾天 現在斷橋一日不拆 就影響南方澳漁港 500多艘漁船生計 現在雙管旗下 調來海上升降平台船 加上亞洲最大1200噸吊車 就是希望讓拆除作業 能夠即快完成 請來萬噸級海上升降平台船 加上大型吊車等重機組 就是要加速拆橋作業 那由於大雨影響 恐怕拆除作業 只能延後到10號清晨 看天氣狀況再做決定 記者一安東報導 記者 李宗盛